大家好,今天Gilbert又來到倫敦和大家逛逛街 今天又來到倫敦的西部,伊寧 伊寧當然很多香港人都聽過或者來逛逛 為什麼呢?因為它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 香港人最喜歡的,小日本 你知道大家移民到英國,要回鄉下很難 唯有在這裡找少少日本的感覺,滿足一下 另外它的風景也非常美 也有很多很多的陸法區,在倫敦來說 算是首位一指 有很多陸法空間,例如Gunsbury Park Warpel Park 和E-Link Common 也是傳統中產的富人區 治安徒學校也非常之好 E-Link Broadway 還是倫敦其中一個最繁忙的交通樓 Elizabeth Lyde 會通過這裡 令伊寧去倫敦市中心只是15至20分鐘 所以你要上班或者去倫敦中心行街吃,非常之方便 當然還有倫敦地鐵 Central Line和 District Line 你們整個倫敦都接駁了 這個優勢也是為什麼會這麼多人 會是伊寧定居的原因之一 無敦地雲都接駁建物 講到E-Link Broadway 當然可以不提及這個商場 這裡是這個區最王最大的商場 裡面什麼都有 你提到的時裝、電子產品、化妝品、家居用品 都可以購買 而且這麼漂亮的中庭 經常會有不同的主題市集 也有咖啡、吃東西可以輕鬆一下 最有趣的是這裡開了日本扭蛋機 我會走給大家看看 我們來自香港的扭蛋都不會陌生 在任何一個商場 甚至地鐵站 我現在都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沒有 那會有扭蛋機 這裡竟然有日式的公仔 日式的卡通 龍珠、One Piece的扭蛋都可以購買 而且還有一個專門是Bandai自己出廠的文具店 是日式文具 所以兔媽和女兒都忍不住手 但我們就沒有樓 但文具就買了很多 看看今天的戰利品 這裡有四十多磅 為了他們的聖誕禮物 我們走在這個扭蛋店 就會周圍走些 給大家看看 我怕他們瘋狂 我怕他們瘋狂 有一個課堂 我怕他們瘋狂 哪一個小小小的摘尼 我怕他們瘋狂 我怕他們瘋狂 我們都不想吃 但是他們的價值 我怕他們瘋狂 今晚的地方是煮香 紅綿 蒜蒜 是蒜蒜蒜 蒜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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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蒜蒜 蒜蒜 蒜蒜蒜 蒜蒜蒜蒜 為何伊寧會叫做英國小日本呢? 因為這個區聚集了很多日本人居住 所以很多日本文化店鋪亦都會在這裏開到,特別在伊寧Carmen附近 你會發現很多日本商店、小店、賣日本食品、精品 亦有正宗的日本餐廳,吃到地道的日本壽司、拉麵、互動 伊寧甚至會定時舉辦和日本文化相關的活動 例如日本節或日本交流 來到英國倫敦都可以感受到濃濃的日本風情 在啊! 來吧 优优独播剧場 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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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